贾静雯与修杰卡享受二人世界,她们的相处方式,真让人羡慕。 妈妈是超人3已经完美收官,但是关于这四个家庭萌娃的话题依旧不断,网友们纷纷表示舍不得。 足以看出,这些个萌娃在观众心目当中的热度和关注度。 贾静雯带助步步和波妞一起上节目,人气超高。 因为步步是妈妈是超人第一季的萌娃嘉宾,那个时候步步才六个多月,连翻身都不会,但是她评级着高颜值,大眼萌娃收获了一大批粉丝。 还有波妞,她很乖巧不哭不闹,勇敢胆大也颇受粉丝喜欢。 最新的节目花絮,贾静雯修杰凯一家来到海边露营,等到步步和波妞睡住之后,贾静雯和修杰凯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二人时光,两人还非常浪漫喝住红酒,回忆上一次带步步上节目时的情景。 贾静雯称当时上节目内心很纠结,当时的步步才刚刚六个月,什么都不会说,呆呆的连翻身都困难。 到现在,一眨眼步步却这么能说会道,蹦蹦跳跳,而且还多了波妞。 当两人说起,以后三个孩子会有自己的生活,独自外出读书,成家立业,最后还要把他们的手交到另一个人的手中,修杰凯变得非常的不舍,开玩笑说,这个人不是我吗? 贾静雯说,你是他们的上半段,他们还有自己的下半段,自己很重要的人生。 修杰凯说,就想要起身回到帐篷,要保住他们睡。 内容未完结,请点击第二页继续浏览。